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大家知道呢,现在H1B申请比以前要更难 这个呢,也是很多中国留学生需要面对的问题 从一个简单的数字 目前呢,在美国有30多万中国留学生 每年呢,还会新来10万人左右 从另一方面呢,目前每年毕业以后 通过抽签拿到H1B工作签证的中国人 不到1万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这样呢,留学生当然毕业以后嘛 可以用OPT工作 STEM专业的OPT Extension 但是一般来说呢 大部分留学生早晚呢 可能还是需要办理工作签证 尤其是H1B签证 然后呢,在这个办理绿卡 等待绿卡批准 是吧,这期间拿着签证工作 这个呢,是常见的流程 当然了,也有其他类型的工作签证和绿卡种类 这个呢,可以参见我们的视频 是吧 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那么H1B申请呢 第一步啊,这个需要抽签 对吧,对于在公司啊等等 大部分这样工作的 那么抽签呢,过去是一个主要的 算是障碍挑战 但是现在呢 即使抽中了以后吧 还要面对这个批准的问题 大家知道呢 因为目前的形势 啊,H1B工作签证申请 遇到的RF1B和被拒的情况呢,比以前增加了很多 这个不仅仅是个例啊 H1B关键词找到 这完全安全了 因为呢,除了第一次申请H1B以外呢 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即使这个申请人已经有了H1B的签证身份 他可能要换工作 也就是通常呢,所说的H1B 那么或者呢 也有一种情况是申请人即使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但是呢,H1B呢 只有三年有效 这三年到期了,那你在同一家公司呢 还需要申请延期 实际上也就是申请新的 三年有效的H1B 这个呢,通常也叫H1B Extension 这个三年加三年嘛,是六年 是H1B的标准的长度 但是呢,大家知道 对申请人有利的一点吧 是说呢,根据所谓的AC21入 在你的绿卡申请已经开始 进行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H1B超过六年 还可以继续延期 简单来说呢 可以延期到你拿到绿卡为止 当然了,你也要办相关的手续 那么这个讲到的H1B Transfer和Extension 在以往呢,都是相对比较容易批准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申请人此前的H1B申请已经通过了嘛 那么就说明这个他的资质 专业程度 本人个人的背景 一般都符合条件 那么只要公司和这个职位没有问题 工资符合要求 一般呢,就应该顺利批准 过去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呢,现在不一样 是吧,移民局也专门说过 对于这种Transfer也罢 延期也罢 都会按照像新申请 第一次申请H1B那样的 同样的严格标准来申请 所以呢,有更多的人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在申请的时候要认真准备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讲两个案例 都是我们最近办理的 在H1B被拒 或者说到RFE以后得到批准的 第一个案例呢 是H1B Extension延期被拒 然后联系我们重新提交得到批准的例子 这个H1B签证的持有人呢 在一家小公司工作 他的工作的职位 Title呢,叫Analyst 已经在那里工作几年了 所以呢,这三年要到期了嘛 所以要延期 而且呢,这个公司呢 还是比较配合申请人的 他的绿卡申请的关键步骤 Perm以及140 也都得到批准了 他的配偶呢 拿的是H4的签证身份 但是大家知道呢 申请人出生在中国 现在呢,需要排期 所以虽然你的140和Perm已经批了 你还不能交485 在此期间呢 还需要有合法的签证身份 才能在美国生活工作 那么如果他没有H1B呢 那就不能继续待在美国 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因为已经交了移民申请吧 所以也不太方便转成非移民签证 而且呢,如果申请人要是离开美国呢 首先当然这个事业啊 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另外呢,绿卡进程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你不给这个雇主工作了嘛 有的时候呢 这个雇主不一定能为你继续保留 这个绿卡申请的支持 所以你虽然140批了 接下来要把这个绿卡继续办下去 办完流程到拿到绿卡了 如果你人不在美国也很不方便 那么这个申请人的H1B延期呢 不幸被移民局拒绝了 然后被拒了以后呢 他联系到我们 我们分析了申请人个人和公司的情况 然后因为这个申请一开始 已经准备的不够全面 总体来说呢 我们就不建议他上诉 因为上诉完还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申请人急于解决身份和工作问题 所以呢 我们建议他重新提交 他原来的申请虽然被拒了 technically技术上呢 失去身份了 但是呢 还不到两个月 还在H1B的Grace Period宽限期里面 然后呢 我们为他重新准备和提交了H1B申请 不需要抽签了 因为他此前已经有H1B嘛 那首先呢 我们给他重新办了LCA 向劳工部申请的 然后呢 向移民局交了I129表 这个申请人使用了加速审理PP 然后申请呢 在上个月顺利得到批准 没有再要求补充材料 也就是没有RFE 这个呢 是流程 那么细节呢 此前的申请为什么被拒了呢 这个呢 是因为就讲的 这个叫Specialty Occupation的问题 这个工作的专业性问题 这个呢 根据统计 是最常见的 导致H1B RFE和被拒 具体来说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移民局声称 说职位不是有足够专业性的职位 不是一定要有大学本科以上的 学历的人来做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不能批准 重新提交的时候呢 我们就着重重视了这一点 具体的描述了 申请人在这家公司里 做什么样的工作 那么怎样获得这个批准呢 这个原则吧 还大道理呢 大家都知道 终点呢 在这个具体操作 当然了 公司的财务要符合要求 我们也有关于公司财务方面的 专门视频 在描述这个申请人工作的专业性上呢 我们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我们有技术经验和专长 擅长描述这个申请人的技术工作 帮助申请人准备了 Package 有推荐信啊 Petition Letter啊 作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的绿卡申请 这个呢内容啊远比一般的H1B的Petition Letter 包括这个对职位的描述 Job Description要复杂的多 内容也长很多嘛 然后多很多 那么我们知道前面讲到H1B申请一个关键点 是证明这个申请人的工作职责足够的专业性 需要本科以上学历 那这一方面呢 我们有丰富的经验 能够很好的服务申请人 我们办理过各种专业的绿卡申请 当然也有工作签证的申请 比如说计算机 工程 金融 会计 科研 理工类 物理 化学 生物 材料 也有文科 丰富的经验 比如说呢 我们前不久 为我们律所自己的一位工作人员申请H1B 这个受益人呢 到美国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读的是一年期的硕士学位 刚刚毕业几个月 那么当然经验比较少嘛 也是这个level 1 wage 但是呢 我们申请提交以后呢 最近也得到了顺利的批准 没有RFE 此前我们也办过很多的H1B 可以参考我们这一系列里面的别的视频 那么回到这个重新申请 得到批准的案例 我们是怎样描述这个申请人的工作职责呢 除了罗列出来 说申请人在这个公司会做A工作 B工作 C工作 D工作 等等四项 每一项呢 讲到了这个百分比 工作包括什么内容 占多少时间 做什么工作 那么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还讲到了申请人过去 已经拥有的经验 他的知识 还有学过的课程 这些对于他做这个工作 有什么用处 用来帮助解释 说这个工作为什么是足够专业的 要本科以上的学历 比如说这个申请人是analyst 我们举例讲了申请人上过的几门大学课程 都有什么内容 在这个工作中有什么用处 比如他上过几门数学课 几门计算机课 还有市场方面的课 还有经济的课 这些呢 我们都讲到了 他这一门课是什么内容 用在工作中有什么帮助 对于他的每一个job duty 都是这样处理的 job duty呢 我们一共讲了四部分 有一个30% 30% 30% 还有一个10%的 每一个job duty呢 我们都讲他做什么内容 这个内容呢 是基于他此前拥有的什么经验 和上过的什么课 这个课怎样提供的支持 Petition Letter呢 分成几部分 上面的这个职责描述是重头 移民局为什么会发 关于Specialty Occupation的RFE呢 很多时候啊 就是质疑这个职责描述 所以这一点呢 足够的重视 刚才讲到 不仅仅要讲申请人 在这个公司会做什么工作 还要讲到 他为什么能够做这个工作 他怎么样能够合格的完成这个工作 那么除了这部分以外呢 我们还要讲到 Petitioner这个雇主 以及Beneficiary这个个人符合条件 是吧 雇主嘛 那他有足够的工作 给这个雇员做 符合财务的要求 这个雇员呢 除了学历以外 他还有什么经验 如果有的话 也要写上 当然你要提供相关的证据 如果没有别的证据呢 证明信 可以做一个证据 这个是H1B申请最初被拒 然后找到我们重新申请 得到批准的最近一个例子 在这里我们更多讲到是RFE回复嘛 因为这个从这个侧重点 帮助大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那么除了这个Specialty Occupation以外呢 很多时候RFE问到的呢 有这个关于Availability of work 关于这个我们这个案例讲到的 就是说呢 小公司嘛 有的时候呢 移民局会质疑 你这公司用得着这么多的专业人士吗 这里有一个细微的差别 问的不是财力证明 而是说呢 你这些雇员都能不能人尽其财 你会不会这个工作只是简单的 机械性的 这个比如前台的 是吧 这样的工作 可能不能办H1B的呢 你就要讲到说 公司呢 有足够的专业工作 来给这位专业人士来做 那么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我们提供了这个公司的证明信 说这个受益人会做A工作 B工作等等 那这些工作从哪里来呢 我们提供了这个公司呢 和他的顾客客户签订的一些合同 这个帮助的讲到了这方面 然后呢 公司的网站啊 等等这个公司啊 历史 说我们完成了什么样的项目 都有用 最后还有一点呢 经常被忽视 但是也比较重要 就还是申请人个人 虽然这里问到的是 你公司有没有足够的工作 给申请人个人做 但你这个工作也要符合 这个个人的专业长处背景啊 是吧 所以呢 还是要讲到这个个人 他的专长在哪方面 那我们H1B申请的时候 不是已经讲过了吗 所以在这里呢 可以考虑呢 讲这个人做过了什么project 提供一些样本 一些sample 他已经完成了类似的这个项目 那个项目 因此呢 你看这个公司啊 现在还有相当这个接近的这些项目 正等着这个人来做 然后他就可以足以胜任这个工作 这样呢 公司有足够的专业工作给他 那么我们就是这样呢 描述解释了这个申请人的 availability of work 在回复以后呢 这个申请也顺利得到了批准 那么像我们一开口讲到的 现在H1B申请呢 比方来面临更多的挑战 而且呢 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局面 呃 大家可能有人记得一年啊 一年多以前 当时主要移民局 challenge的是所谓level one wage 后来呢 那么这个申请人和律师们呢 就是fight back 说啊 你不能这样 这是habitrade啊 这个不符合要求 那么现在移民局又改变了做法 他又说呢 主要集中在工作的专业性 是否公司有足够的专业工作 来给个人做等等啊 所以呢 我们要随机应变 与时俱进啊 根据这个移民局的 不断变化的形式 然后呢 优化我们的回复的策略 取得批准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